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西班牙文的母音跟子音 首先我们来看西班牙文的五个母音 或者称单母音 这五个母音是分别由五个字母所发出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母音 这是这个音的音标 它是国际音标 就是我们下面说的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简称IPA 那这个音A 它是由字母A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在ANA跟AMIG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 我再念一遍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母音 我们念成E 它是由A这个字母所发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在MESA跟LETCHE 这两个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 再过来我们来介绍另一个母音 它是由A这两个字母音 找到这个声音 再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母音 O 它是由O这个字母 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在 also much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面 找到这两个声音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的 是U这个母音 它是由U这个字母 所发出来的 好 那我们可以在 uva跟un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 找到这个U的母音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些 子音的发音 首先我们看到 第一个子音 b 好 这个b首先 先提醒各位 它有一个 长得跟它很像的发音 好 这个发音呢 刚刚这个发音会稍微 重一点 听起来是重一点 这个发音是轻一点的 好 但是都是由b这个字母 所发出来的 那当我们在发b 这个发音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是出现在字的字首 居多 那假如发这个比较轻 而且是属于 就是双唇 比较轻的摩擦音的话 它的发音不会在双唇 它的发音方法是摩擦 假如它是用这种方法来发音的话 它通常是出现在字的中间 好 我们看到它出现在中间 好 所以第一个发音是b 它出现在boca跟bocin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但是假如是比较轻的b 它出现在boble boble跟caball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k 这个字音 好 它是由se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好 那先提醒各位 除了k这个发音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是s 或者是s 那这两个发音呢 都是由字母se发出来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k的音 它出现在coco coco跟chig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 那这个发音呢 出现在cine cen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那要顺带一提的是 这个舌尖吐出来的声音呢 它在美洲 还有西班牙文字的西班牙文字 西班牙的南部 像Andalusia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是发s的音 s的音 而不是舌尖吐出来的这个s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子音 它是由字母se 它是由字母se所发出来的声音 那它出现在cina跟griche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面 再过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子音 de 那de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呢 它是字母de 发出来的 那它究竟怎么发呢 它舌头的部位在哪里呢 发音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那de这个音呢 我们说它比较是接近牙龈 它的舌头呢 放的位置大概是在上排牙齿 后方 舌头是四分之三的高度 并没有完全顶到牙龈的部位 好 所以在我们在照理来讲 我们念的时候 你会听到的声音是 比如说 de do de do de do dato dato 是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这个de的声音出现在 de do跟dat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那跟它非常相近的一个音 也是由de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它是舌尖吐出来 是有声的 这个声音 我们念成de de 好 那它出现在哪里呢 它出现在idoro 跟tod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f这个发出来的f的音 它发成f 它是由f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好 我们可以在falso跟femenino 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 就是f的声音 好 再说一遍 它是由fa发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g 这个发音 这是一个子音 好 那它是由咽喉发出来的 好 它是它的声音 发出来的地方呢 它又用到这个咽喉的部位 它是从咽喉的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好 它是he发出来的 he这个字母 发g 所以它在字里头 你可以在两个字里找到这个是g的音 第一个是gato 第二个是gota gato gota gato gota 那另外这个g的音呢 它会出现在 he u i 或者是he 这样的一个排列里面 字母排列的顺序里面 那当它出现在这个he u i 的排列顺序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he字母的发音 还是一样是g 但是这个时候 u 已经不发音了 同样的 它出现在he u e 这样的排序里头 这个he还是一样发g 但是u就不发音了 好 所以g 这个音出现在gitarra gera 这两个字里 好 我再说一遍g 他出现在gitarra 跟gera 这两个字里 接下来我们来学下一个子音 这个子音 是刚刚he这个字母所发出来的第二种发音 那他出现在hende gigante 这两个字里面 那he最后还有一个发音 还有另外一种发音 发的是比较轻的g 那这个时候呢 是he出现在自中 自中的时候 所以 bigote largo bigote largo 这两个字里面有这个比较轻的g的音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符号 就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一个符号 它是由ache这个字母 所代表的声音 也就是它是不发音的 好 所以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那 所以我们可以在两个字里头看到 而且的出现是不发音的情况 helicoptero ipo helicoptero ipo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发音是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由hoda发出来的 这个时候你就了解了 这个音跟这个音事实上是很接近 是一样 因为他们的这个IPA 他们的国际音标是长得一样的 那这个h的音 我们可以在hefe跟harbon这两个字里头找到 好 接下来我们看k这个音 它是由ga ga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k 好 它出现在kiosco kilometro 这两个字里 kiosco kilometro 这两个字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字音 l 它是由el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在lenguaje espanol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找到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我再念一遍 l l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ye ye 好 这个声音呢 好 这个符号代表的这个声音 它出现在ayye 这个字母里 ye 那我们通常在yama或jama也有人念 yama yama chial chial 好 这两个字里头可以找得到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符号 我们发m 它出现在m这个字母里面 好 我们在maba murmurar 好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可以找到 接下来 嗯 嘴巴不能够闭起来 好 然后呢 它是一个牙齦音 嗯 好 你会发现它的舌尖顶到牙齦的部位 嘴巴没有闭起来 它是由n发出来的一个声音 好 那我们可以在numbre de not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 接下来 啊 这个符号很特别 好 那我们念成 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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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声音呢 它是由any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好 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发nie的时候呢 啊 这个声音是比较偏向在我们笔枪后面 这个共鸣枪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nie 啊 nie 啊 在中文里头是非常少有的 啊 就是说可能我们中文里头 呢 还没有那么后面 可是 这个音呢 就是非常后面的一个后笔音 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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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音出现在 n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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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bignon bignon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 好 我再念一遍 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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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字音 p 它是由be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bina guadruple 这两个单字里都有这个p的音 再过来我们看k这个字音 它又是从gu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chaketa mosquito 或念成chaketa mosquito 好 在这两个字里头我们可以找到这个k的音 r 好 这个音呢 它是由ere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在moral per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r的音 接下来这个音我们念成gr gr 那它是一个占音 也是由ere发出来的 radio rata 这两个西班牙文单字里头有这个r的音 接下来同样是这个r的音 但是它也是由字母r发出来的 bisara cadaro cadaro bisara cadar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都有这个r的占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字音 cadaro 它真的是发s的音 它并没有土舌 好 那它又是由ese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它是由ese这个字母 那我们可以在siera跟biso这两个字里头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s的音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s的音 第一个字音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b这个音 它有两个变形 一个时候是b在字母的声音 一个时候呢 是b在字中的声音 同样 它的发音方法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字音是一样的 也就是b这个字母是一样的 好 所以它在字首 v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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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字中 好 是摩擦比较轻的声音 primavera primavera vaca primavera 比较是有点抹擦过去的声音 比较轻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vaca 这个字母 它基本上是一个外来字母 好 那我们可以在kiwi跟what what 这两个字里头看到 再过来是x跟s的音 好 它都是由egis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那什么时候会发x x的呢 好 我们在exido diaxi 这两个字里头我们会发现它 那这个音s 我们会在expressal exterior 这两个字发现它 好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egis出现在两个母音的中间 好 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母音的中间 嗯 那这个egis出现在 母音的后面子音的前面 母音的后面子音的前面 好 这是一个特征 这是它的部位的特征 以至于它有不同的发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子音 它是由y发出来的 它发y y 好 那它出现在yegua yerno 好 yegua yerno 这两个字里 最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发音 好 刚刚我们好像在前面 在se这个字母里头 看到这个音 好 那在 这个音现在有出现 它是出现在 由se da 这个字母 也就是西班牙文 最后一个se da 这个字母里面 那se的音呢 出现在 sabateria sabateria 还有bas 这两个字里面 好 一个在字首 一个在字尾 好 很有趣 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se的音呢 在西班牙南部 比如说像安德路西亚 这个字字区 还有中南美洲 或是中 这个美国 美国 它是发 s的音 好 今天我们母音跟子音 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会